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贝定国 我做这道杨宁与 初初的想法是要保留一些 我们当时师傅留下的传统的做法 和传统的迷口 我们现在不缺乏创生 但是我们传统的诵 和这个传统的做法 是慢慢慢慢真的流失了很多了 有句话叫做 没有正宗 万变不是其中 只有传统了 国哥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什么菜 传统菊花样铃鱼 传统的菜 但是我见到你很年轻 为什么会做一道很传统的菜 因为传统坏咸 我们年轻一代再不全传下去 就会很快失存 这道菜对你来讲 有什么意义和故事 我们十六岁 多兆南入行 師傅已經教我們做這道菜了 即是你第一道菜就是煮這道菜了 是 那今天這道菜是怎樣做呢 我們先看看材料 這裡有個鯪魚 很新鮮的 那這些是什麼材料呢 這個是海草、紅蘿蔔 香菜、納米、蝦乾、香芹、馬果 我看到這裡有兩盒粉 都是什麼粉來的 這個是靈魂 這個是肉桂粉 選用桂皮最入面那層粉 嗯 這是傳統配方裡面一定會有的東西 是啊 哦 那我看到這裡都有菊花 也是用小南當地的菊花 是 小南當地菊花 那融入去就變成一個創新 那做這道菜的要點在哪裡呢 起一條魚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起一層皮出來一定要不穿不難 完整的把皮起出來 接著再加入所有材料 拆勻再融入魚頭 再煎香條魚浸熟 炸熟它 然後再中盤淋上我們的豆豉汁 那就可以了 又一道菜了 感謝郭高 炮製了這個這麼漂亮的菜 這個菜真的很傳統 不如我們又試一下它 林師傅 不如你試一下你的徒弟的手勢吧 OK 感覺如何 好吃 皮脆 魚肉有傳統的味道 下次呢 現在這麼流行的客蟲露醬 應該更加美味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美味 因為裡面的魚肉 打得很軟 而且它的皮也是非常脆的 裡面也加了很多 好像青椒等等的配料 令到整個口感層次都增加了 而且這個菜又傳統 但它又很難做 其實你也做得很好 是呀 有多少功夫的 是啊 那聽到師傅這樣說 你有沒有動力 有呀 師傅說 加一些黑松露 的確是一個比較重新的做法 好 那我們下次又試一試 你的黑松露版本 阿國 這道菜其實它很考功夫 不是我們家庭觀眾 都可以做得到 是啊 真是學校刀工的 我們只是洗三次多 然後把整張魚皮蓋起來 那魚皮很容易破 所以蓋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不用怕 現在又獻成了 這麼多 很多市場都可以賣 半成品 你買回去 你自己喜歡做甚麼味道 即是醬汁很重要 你喜歡黑椒汁 就排黑椒汁 喜歡試汁 塗試汁在這裡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的話 我更想來這裡吃 親自吃這個 你覺得是郭哥和林師傅發生的菜 對 郭哥這麼帥 新鮮的菜 新鮮的菜 南粵廚藝千載傳承 千錘百年考手將心 今天非常感謝林師傅和一班徒弟 炮製了這麼多美食給我們吃 林師傅 我很想知道這件事 就是你懂得有多少徒弟 不知道 我約住幾十年 每個叫師傅 很多 即是徒利滿天下 對 相信有各位聖廚 參與我們的八千萬工程 一定可以令到更多的人 會喜歡我們的粵賽文化